美国Apple公司今天发布新闻稿宣布 与Pixar、Adobe、NVIDIA、Autodesk和NVIDIA等绘图技术公司组成OpenUSD联盟 共同开发全新开放式3D标准 联盟将推动通用场景描述USD的全球合作 今日宣布成立的OpenUSD联盟AUST 推动Pixar通用场景描述 Universal Scene Description技术的标准化发展 进化和成长 该联盟旨在提升开放通用场景描述 OpenUSD的功能借此实现3D生态系标准化 即由扩大3D工具和资料的互通性 该联盟将使开发者和内容创作者能够描述 编写模拟大型3D专案 并建构范围不断扩大的3D产品和服务 OpenUSD由Pixar Animation Studios建立 是一种高效能3D场景描述技术 可提供跨工具、资料和工作流程的稳健互通性 OpenUSD以协作呈现艺术表达和简化电影内容制作的能力而闻名 强大功能和灵活度使其成为满足新产业和应用需求的理想内容平台 该联盟将开发详细说明OpenUSD功能的书面规格 这将实现更强大的相容性和更广泛的采用 整合和执行并让其他标准机构能将其纳入规格中 Linux基金会的GDF获选为该专案的总部 因为它将能够实现OpenUSD规格开发的开放性、效率与效能 同时提供取得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认可的途径 AUST也将提供主要讨论平台 让更广泛的业界能够协作定义该科技的增强功能 该联盟邀请多元的公司和组织加入并参与塑造OpenUSD的未来 AUST的指导委员会成员将于8月6日 在Academy Software Foundation的开源日 以及太平洋时间8月8日下午1点 在404A市举行的Autodesk Vision系列 Seagraph会议发表演说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